着西乡古风国小日前代表花莲县参加第十一届全国原住民族与戏剧竞赛 从来自各县市国高中小学八支参赛队伍当中 勇夺第二名的好成绩 地方感到很荣耀 校长吕国良表示 透过戏剧不仅强化学生更多元的使用族语 也可以借着布农族大洪水故事的禅述演绎来加深品格教育 第十一届全国原住民族竹语戏剧展演赛 古风国小幼子队台上演绎布农族大洪水故事 自然质朴学生们纯真的演出 不仅打动评审团的心 参与的每一位学生也更多元化的来学习并使用族语 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没有火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意思 到明次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心里突然一股兴奋 就觉得很开心 那么多次练习啊 这样的努力成果终于有 终于有那个终于有成果 卓西湘古风国小通过限赛后 十一号代表花莲县参加全国原住民族语戏剧展演赛 第一次出征就在各县市国高中小学代表队伍中脱颖而出 以新人之姿拿下了第二名的夹击 部落族人与家长高度赞许也予有荣誉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看到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觉得说好像有点惊讶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那个爱斯盖就会念出来了 而且是因为是因为演过嘛 就很自然的 原来是爱爱爱斯盖 然后什么的阿美瓜都会讲这样子的话了 相当重视原住民文化族语教育的校长吕国良 到任后就聘任族语专职教师来协助推广族语文化教育 这一次结合幼儿园的学童共组引入感幼子队出征全国赛 希望也能够提供偏乡部落孩童不一样的学习模式 增加学童们生活上的学习体验 其实比赛已经不是最重要了 而是说我们怎么透过族语戏剧的竞赛 让小朋友深化平常在族语的学习 然后呢在舞台上他们会不断的 也就是说刻意练习 那么我的家长就很感动说 他们在游览车上听到孩子很主动的讲族语 这个族语的音是没有很刻意的 就像在部落跟老人家对话那种感觉 那我在后面我也听了很感动 古风国小幼子队 从组队练习到登台比赛仅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还有六位幼儿园的孩童 也增加了团练的难度 不过出生之毒不畏虎 首度出征就拿下全国第二名的家机 校长李国良肯定学生们的努力 并表示已经创下了校史新纪录 未来在传统文化、语言及记忆 传统智慧、族群品格等教育上 能朝向更多元化的方式推动学习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